花蓮市公所开办的扯铃夏令营活动受到许多小朋友的喜欢 不论是初阶班或者是进阶班报名的人数都相当的踊跃 市长温家贤在17号特别到了上课会场了解小朋友们的上课情形 同时他也接受挑战完成了两项特技扯铃 让现场的小朋友大喊市长爸爸好厉害 花蓮市公所开办的扯铃夏令营是最受小朋友们喜欢的暑假营队 今年共有初阶班和进阶班报名人数都相当踊跃 在专业的扯铃教练带领之下 小朋友们学会了一项又一项高难度的特技扯铃技巧 每一位都像是高手班 市长温家贤在17号也特别前往了解小朋友们的上课情形 同时他也接受挑战完成了两项特技扯铃项目 好来直接加油 好一二三投 哇 好市长加油 市长的扯铃功夫赢得满堂彩 小朋友们也大方的展现自己特技表演高难度技巧 市长表示很高兴扯铃夏令营可以获得学童和家长的喜欢 市公所未来会继续开办各项有趣的营队 让孩子们的寒假暑假都能够更加充实与丰富 那今天也有我们初阶班跟进阶班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孩子 从原本的初阶班的学习到现在进阶班 每一个都有非常高超的技巧 那我们也谢谢老师 无论是在教授我们扯铃的过程 还有传授我们每一个孩子技巧 都有教导就是重道的礼节跟礼仪 跟待人处事的礼节 这不只是学技巧而已 还学待人处事 那我们真的会非常感谢我们这些老师 对孩子的教导 那也谢谢家长对花莲寺公所的信任 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开办一些有趣的课程 也欢迎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来到我们花莲寺 参加一些好玩有趣的课程 让大家有新奇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跟体验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